111年度乡镇市基层座谈会日前来到华联市的中华国小举行 县长徐正蔚率领县府各局处首长与华联市长魏家贤 共同听取华联市村里长基层建设的相关需求 作为县府日后施政的参考 111年度乡镇市基层座谈会7月5日在华联市中华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县长徐正蔚率领县府各局处首长与市长魏家贤和华联市村里长与会 并介绍九合局新任局长王国良 及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新任处长李庆兴 共同听取基层建设相关需求 在这几年其实民众有反应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事项 也许在办事公所的部分真的还没有能够去解决 必须要养待华联县政府 那我们今天也希望大家借由这个场合 能够把比较大的议题提供给县府和县长知道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过去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 能够在此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协助 另外我也要请所有的里长 针对比较大的议题来提出建议 那比较小的部分比如说路面还是AC的部分 如果是只是相用的话 八年事工所会决定来协助大家 那或是比较大条的部分 像和平路比较大段的 或者是比较主要看到的部分 也许在八年事工所的财政比较难处理的部分 也要拜托我们八年事工政府来协助处理 无论是村里长村里里长的声音 或者是一嘴九九 或者是现场信箱 民众的陈情 民众的建议 我们都一样来授案 来办理 来会谈 来修正 来改正 为的就是希望大家行着安全 以及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共同 让花莲成为宜居友善的城市 能够用运用AI数位科技 让我们在搜寻以及在服务 以及在远近医疗 能够更方便 更友善 这是一个智慧花莲 而永续的花莲 就是我们希望让花莲每一项的建设 除了新的建设要跟地貌来连结 让我们的地方是能够顺利自然 生生不息 日新又新 花莲市基层座谈 聚焦多条道路平整 薄油重铺 永吉桥安全性检测 中原路部分路段人行道修复 主仓公布迁移 及部分建物以地保留等多项民生议题 后续将安排实地会堪 或提报中央相关机关单位 致力将花莲打造为宜居友善城市 记得让邦彦华联系报导